关注新闻焦点 解析话题观念 优势频道YouChannel 焦点话题 关注新闻焦点 解析话题观念 欢迎您一起来关心本周的优势焦点话题 我是张志斌 前阵子台湾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社会新闻 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搭乘一架从北京飞往台北的班机 在上飞机的时候 他拿了一瓶在后机室刚刚挤好的母乳给空服员 希望空服员帮他冰起来 由于当时飞机正要起飞 空服员很忙 一不小心就听错了 误以为是要他把这一瓶装在一个旧旧脏脏塑胶袋里面的母奶给丢掉 于是他就把整个袋子连同奶瓶都扔了 等到飞机抵达目的地 这个妈妈去跟空服员索取的时候 空服员才发现弄错了 那个时候母奶已经丢弃 最后只找回一个破损的奶瓶 这个妈妈非常生气也很难过 因为他说 这300cc的母乳是他花了很大的功夫 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 尽管空服员跟座舱长一再的道歉 并且承诺会转交客服部门来处理 但是他还是拖了很久很久才愿意下飞机 并且哭着说 已经丢掉的母乳再也回不来了 而这个妈妈在回家之后并没有马上接到客服部门的联系 因此他就上网去诉苦 还把空服员的照片给贴出来 事件传出之后 台湾的媒体真相的报道 航空公司也出面的道歉 有许多的网友很同情这个母亲 因为不是每一个产妇都可以顺利的寄母奶 也有很多人觉得航空公司实在太不尊重母亲了 更有人指责空服员说 这些年轻的小姐没有生孩子的经验 不明白当妈妈的辛苦 但是另一方面 也有人觉得这个母亲似乎也太过分 没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 人都会犯错 紧咬着人家的无心之失 根本就是所谓的傲客 其实这类的事情在近几年的中港台各地都实有所闻 今天之所以想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 主要也是想从不同的角度跟立场来探讨 应该如何面对这一类的事情 的确 从妈妈的立场来说 收集母奶往往很不容易 而那份爱心跟苦心更是难以衡量的 并且下飞机的时候 宝宝可能就没有母奶可以喝 立刻就面临的问题 但如果就事论事的话 我想提出的是 在面对突发状况 尤其是有时效性的状况的时候 一定要理性的思考 并且有明显的诉求 以这一起案件为例 当时空服员正在忙着要整理机舱 预备在90分钟之后飞往另外一个目的地 因此空服员跟座舱长在道歉之余 希望这个妈妈能先下飞机是很合理的 其次母乳固然可贵 但是既然已经丢了 这个妈妈所能做的 所能要求的 顶多也只是接受空服员提供牛奶或者奶粉 来解决宝宝吃的问题 就算是希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赔偿 也不可能在现场就解决 因此空服员所说 希望由客户服务的部门来进一步的处理 其实也是合理的 现场任何非理性的情绪发泄 可以说都于事无步 其实就算是这个妈妈想要提出进一步的索赔要求 也无可厚非 关键在于诉求要明确 不管只是要求航空公司赔她一个新奶瓶 还是希望能够得到其他更有价值的赔偿 都应该在交涉的过程当中明确的说出来 而不只是一味的哭闹 强调母乳多么宝贵 要航空公司给个说法之类的 充满情绪性 但是没有实质意义跟明确诉求的语言 而从新闻报道来看 这个年轻妈妈其实很可能也不是想要趁机要挟 而是她根本也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只是反复的哭闹 而这也提醒了我们情绪管理的重要性 而在空服员方面 我自己刚好有几个朋友 在不同国家的航空公司服务 其中就有一个当任做舱长的资深空服员 他跟我分析说 一般而言 空服员在街道旅客希望代为丢弃任何东西要求的时候 都会再三的确认 至少问个三四遍 特别是这种奶瓶里面装的母乳 就算收下了也不会马上丢掉 而会暂时的先保存一下 以免自己弄错或是乘客反悔 但是当天出事的空服员却没有跟乘客反复的确认 而且在收下之后还立刻把整个奶瓶都丢到垃圾压缩机 因此最后找回来的奶瓶才会是破的 也就是说当时的空服员并没有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位乘客的托付 并且按照程序多次的确认 不管是为了什么原因 他本身绝对有责任 在这次的新闻事件当中 也有不少网友提到一点 我觉得很值得思考的 那就是将心比心 很多人提到那个年轻妈妈固然委屈 但是空服员也只是因为听错了一句话 忙中有错 假如换作是我们自己 自己的女儿 妻子或亲友的话 我们忍心看到她为了丢掉一瓶母乳 而闹得是全国皆知 道歉 记过 甚至被免职吗 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面对服务人员无心之过的时候 是否也能够合理的体谅他们 而不要过分的追究呢 相较于欧美国家 亚洲的服务业已重视人情为主称 因此往往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服务 像是带为冷藏母乳 就不是每一家航空公司都会提供的服务 但如果乘客在偶尔出错的时候 都以严厉的态度去指责去追究的话 服务人员乃至于业者渐渐的就会丧失热情 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来面对 一些原本为了方便顾客的举手之劳 也许就因为怕惹事而取消了 长此以往 吃亏的还是消费者 此外 有许多华人的消费者 似乎也习惯了所谓的以客为尊 或者说白了就是花钱的是大爷这样的心态 因此才不时会传出旅客霸击 或是辱骂机缘 辱骂电源之类的事情 但是如果发生在讲求法治的欧美国家 这种情绪性的应对沟通方式 往往会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特别是现在全世界都重视飞安 在机场 尤其是飞机上 更值得我们特别的留意 今天的优势焦点话题 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